筛了把焦点转向国际 第16届金砖国家峰会 星期二在俄罗斯喀山拉开帷幕 除了成员国领导人与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 自然成为全球的焦点 在这场对话会中 习近平称呼普京为老朋友 更列出三大相处之道 表明两国情意不变 普京则形容中俄关系 也是当今世界的典范 为期三天的金砖国家峰会 星期二在俄罗斯喀山开幕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埃及总统塞西 以及伊朗总统佩泽史基安等领导人 陆续抵达喀山国际机场 这被商讨重要的国际议程 而在峰会开始之前 身为主办国领导人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更是亲自欢迎各国领导人的到来 其中被认为关系密切的中国和俄罗斯 会在本届峰会展开哪一些新的合作 成为全球各界的一大焦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会晤普京时 首先称呼对方为老朋友 更表态中俄两国的深厚情谊不会变 并将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创意 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的深入对接 习近平也强调三大正确的相处之道 公固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 回首走国的路 中俄关系风雨兼程 砥砺前行 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 探索出 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相邻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编局 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但我坚信 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不会变 面对习近平的友善言论 普京在会上也赞同中俄双方 在国际形势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表明捍卫全球安全和公平 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他甚至搬出中俄合作所创造的辉煌数据 声称将进一步推广 金砖国家的影响力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мировых делах выступает одним из главных 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щих факторов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мы намерены и далее наращивать координацию на все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площадках в целях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го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мы ценим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высокий уровень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 БРИКС за годы нашей совместной работы авторитет наше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и его влияние возросло субтитры создавал DimaTorzok ДИНАМИЧНАЯ МУЗЫКА ДИНАМИЧНАЯ МУЗЫКА ДИНАМИЧНАЯ МУЗЫКА